大家好,欢迎关注华尔街电视频道 本视频录制时间为美东时间8月23日 这一期热点深度 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涉及到中国改革派领导人邓小平的诞辰纪念 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改革的呼声 就在邓小平120周年诞辰的日子里 部分经济学家对当前的经济政策表达了不满 并呼吁进行更大胆的改革 然而,这些声音却遭到了严格的审查 特别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张维盈的文章 因为批评当前的改革步伐而被删除 这引发了人们对中国言论自由的深思 8月22日是邓小平的诞辰纪念日 路透社的一篇文章揭示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中国经济学界和政策讨论中的某些敏感性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其在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政策 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版图 允许更多私营企业发展 并向外国投资开放经济 从而引领中国经济进入了数十年的高速增长期 然而,近年来 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 以及国内经济增速的放缓 中国的经济政策面临新的挑战 在刚刚过去的经济工作会议上 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 但这些措施是否足够提振私营部门的信心 刺激疲软的经济仍然存在疑问 在这个背景下,北京大学著名自由派经济学家张维盈的一篇文章 再次被推到了公众视野 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2018年 赞扬了邓小平在经济改革中拥抱市场力量 并大胆推进改革的勇气 然而,这篇文章在8月24日当天被重新发布后 迅速在微信上广泛传播 但随后遭到了两次删除 这一审查行动反映了当局对经济政策批评的高度敏感性 路透社的报道进一步指出 张维盈的文章表达了中国自由派经济学家们 对当前改革步伐缓慢的普遍失望 除了张维盈 其他经济学家也利用邓小平的诞辰纪念日发表了改革观点 这些文章尚未被删除 比如某智库经济学家王志刚在他的文章中提到 中国又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只有彻底回顾、整理、继承邓小平的遗产 既往开来才是对邓小平对这个伟大时代的最好纪念 与此同时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华社发表的讲话中 称赞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在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 截至8月24日下午 与邓小平诞辰相关的热门话题标签共计 获得了5000万次阅读量 绝大多数帖子都是国家媒体和政府部门对他的一生的悼念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探讨一下 这篇文章被多次删除的背后究竟反映了什么 首先张维盈的文章重申了市场经济的重要性 呼吁更大胆的改革 这与当前政府在某些领域的保守态度形成了对比 删除这篇文章可能是因为其中的批评内容 触及了某些政策制定者的敏感神经 其次 这一事件也反映了中国当前的舆论环境 经济学家的观点和呼声在公众中有一定的影响力 而当局在面对这些批评时选择了审查 显示出对政策讨论和批评声音的控制力度进一步加强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 邓小平的改革精神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邓小平以其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 推动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并为此承担了巨大的政治风险 他的实践证明了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然而今天的中国正面零星的经济和社会挑战 如何在继承邓小平遗产的同时找到适应新时代的改革路径 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全球经济环境日益复杂的背景下 中国经济需要新的增长动力 创新、市场活力和国际合作是重要的关键词 要实现这一目标 政策的透明度、开放度和改革的决心至关重要 而经济学家的声音和建议 作为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 也需要得到充分的尊重和讨论 总结来说 这篇被删除的文章不仅仅是一篇简单的经济评论 它背后揭示了中国当前经济政策讨论中的复杂局面 接下来我们就将这篇张维莹2018年的文章与大家分享 也欢迎屏幕前的各位找找看 到底这篇文章中的那些内容 触及了当前中国网络审核的红线 张维莹 知不知 小平也 邓小平是一位坚定的市场化改革者 他之所以能成为这样一位改革者 是因为他是有大智慧的人 他最大的智慧就在于知道自己的无知 承认自己的无知 正是因为知道自己有所知有所不知 知道没有人无所不知 他相信市场经济 才是实现名副国强的康庄大道 并选择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道路 智者知不知 人们习惯于用知识的多寡区分人的聪明和愚笨 如说聪明人满腹经伦 愚笨者愚昧无知 其实就智慧而言 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拥有某些特定的知识 而在于是否认识到自己在知识方面的不足 智者知道自己的无知 也勇于承认自己的无知 愚者不知道自己的无知 或者即便知道也不愿承认 所以老子说 知不知尚矣 不知知并也 孔子说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 孔子又说 无有知乎哉 无知也 有笔夫问于我 空空如也 我扣其两端而结焉 苏格拉底说 我知道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I know that I know nothing 据说有个雅典人 曾宣称自己无所不知 要和苏格拉底辩论 辩论之后 苏格拉底对他的学生说 我比这个人聪明 学生问 何以见得 苏格拉底答道 我们两人都不知什么是善恶 但他以为自己知道 而我知道自己不知道 所以我比他聪明一点 莎士比亚说 傻瓜认为自己是聪明人 而聪明人 自认为自己是傻瓜 哲学家罗素说 有关我们时代 最痛苦的一件事 是 那些自已为什么 都确定无疑的人 都是些傻瓜 而那些有一定想象力 和理解力的人 则充满疑惑 犹豫不决 任何科学发现 都从承认无知开始 无知者无畏 为什么聪明人 知道自己无知 而傻瓜 不知道自己无知 因为一个人产生 和拥有某种知识的能力 也正是评价 该知识本身 所必须具备的能力 缺乏这种技能 不仅意味着 他没有可能获得这种知识 也意味着 他没有能力 认识到自己 不具有这种知识 比如说 一个不懂得语法的人 不可能知道 自己在语法上犯了错误 反之 一个懂得语法的人 知道自己写的句子 是否犯了语法错误 在心理学上 这被称为杜宁·克鲁格效应 Dunning-Kruger Effect 基于四个心理学实验 涉及欣赏幽默的能力 逻辑推理能力 语法能力等 贾斯汀·克鲁格和大卫杜宁于1999年 在《人格和社会心理学》杂志上 发表的一篇文章中 给出如下结论 低能力的人 有一种虚幻的傲慢 Ellusorisa Periority 会错误地高估自己的认知能力 这种认知偏差 来自他们没有能力 认识到自己能力的匮乏 由于缺乏原认知 Metacognition的自我意识 他们倾向于高估自己的 实际能力和业绩 而且高估程度 与实际能力呈反比 比如实验中 成绩最低一组的参与人 平均实际成绩排名 在第12个百分点 但参与者的自我评价排名 在第62个百分点 不仅远高于实际排名 而且高于平均排名 第50个百分点 杜宁克鲁格效应 在现实中比比皆是 比如 1977年参加高考的时候 和我同考场的几个考生 每门课考完都谈笑风生 感觉良好 但他们没一个人最终考上大学 越不知道什么 不是正确答案的人 越不可能知道自己考得糟糕 杜宁克鲁格效应的一个表现 是俗话讲的 无知者无畏 作者在他们论文开头 引用的犯罪例子 对此提供了很好的注视 1995年的某一天 一个名叫迈克阿瑟 惠勒尔的男子 在光天化日之下 相继抢劫了两家银行 并且在抢劫时 没做任何伪装 当天晚上11点 电视新闻节目 播出了银行的监控录像 惠勒尔很快被拘捕了 当警察给他播放监控录像的时候 他一脸愕然 喃喃自语道 我脸上可涂着柠檬汁啊 原来 他以为只要脸上涂上柠檬汁 监控摄像机就难以识别其真面目 正是这种错误知识导致了他的不幸 杜宁克鲁格效应之所以值得我们重视 不仅因为他给无能者带来个人悲剧 更在于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灾难 不止一位哲人曾说过 人类历史上许多坏事是好人干的 好人之所以干坏事 十有八九 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无知 计划经济的悲剧 就是好人干的坏事 哈耶克的信徒 哈耶克为什么在他年富力强 学术生育大振时 从经济学转向哲学 特别是认识论的研究 要不是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几乎被主流经济学界遗忘 而他获奖的理由是 20世纪30年代初 对商业周期理论的贡献 这一理论至今 不被主流经济学代解 在很长一段时间 我曾猜想 哈耶克之所以改行 是因为他意识到 在经济学领域自己竞争不过凯恩斯 毕竟 许多原来他的追随者 相继变成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 并且博得大名 这不能不使他心灰意冷 我现在认识到 这个猜想太肤浅 哈耶克转向哲学研究的真正原因是 那场有关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的大辩论时 他认识到 如果不能从知识论和认识论的角度 理解市场 就不能为市场经济 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也就不可能摧毁人们 对计划经济的信念 他知道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内 市场和计划难分伯仲 这就是当时许多经济学家 欢呼奥斯卡兰格 兰格正是用严格的新古典经济学 证明计划经济的可行性的 事实上 直到今天 计划经济的幽灵 仍然不时登堂入世 他的护身符 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 市场失灵理论 哈耶克为市场经济提供的认识论基础 集中包含在他跨越半个多世纪 写的五篇论著中 包括 经济学与知识 1937年 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 1945年 作为发现程序的竞争 1968年 假装有知 1975年 和致命的自负 1988年 其中致命的自负 是哈耶克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著作 可以说是他学术思想的精华 哈耶克的基本思想是 计划经济之所以不可行 市场之所以优越于计划 就是因为人类的无知 以及由此产生的知识传递的困难 在一个由众多人组成的分工社会 与经济决策相关的知识 分散在每个人的头脑中 有关资源 技术和偏好的信息 都是私人信息 不可能由任何人全部拥有 对任何人都不是给定的 也就是说 每个人都有一些局部知识 每个人又都是无知的 因此 社会经济问题 本质上是如何才能够以最优的方式 把那些资源用以实现各种 为有这些个人 才知道其相对重要性的目的的问题 简而言之 经济问题实际 就是一个如何运用分散化知识的问题 在哈耶克看来 从根本上讲 市场是一个认知装置 是一个生产和传递信息的过程 通过价格和蕴藏在每个个体中的企业家精神 市场把分散的知识 传递给分散的决策者 从而使他们能彼此协调行动 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并不断生产出新知识 新资源和新技术 推动社会进步 计划经济之所以不可行 是因为分散化的知识 不可能集中于一个统一的中央计划机关 任何试图这样做的行为 都会导致信息本身的消散 之所以如此 不仅因为有关资源和环境的知识 是不断变化的 更由于大部分 与经济决策有关的知识是主观的 是如麦克尔·伯兰尼讲的 默性知识 Test knowledge 这些默性知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不能像科学知识那样编码 因而没有办法以非价格的渠道传递 在西方学术界 对计划经济的失败 最普遍的解释是 它不能给个体提供恰当的激励 也就是说 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 是由于人的自私 这种解释当然没错 但哈耶克证明 即使撇开人的自私 仅仅由于人的无知 就足以导致中央计划的失败 利他主义 并不能挽救计划经济的命运 计划经济的拥护者 实际上既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无知 也没有认识到人类知识的本质 他们以为 经过适当方式挑选出的 专家组成的某个权力机关 只要被赋予足够的权威 总有办法收集到制定经济计划 所需要的信息 做出合理的经济决策 实际上 他们把有关事实性的科学知识 和统计信息 理解为制定计划唯一需要的知识 没有认识到 现实生活中还有一种重要 但不能系统组织的知识 默性知识 而正是在这个方面 每个人比所有的其他人 都更具某种优势 只有当力基于这种知识的决策 是每个个体做出 或者经由他的积极合作 而做出的时候 这种知识才能得到运用 哈耶克批评计划经济拥顿的幼稚 是致命的自负 这种自负 使他们无法洞见价格机制的 真正作用和分散决策中 体现的企业家精神 野心勃勃地试图用中央计划 取代个体决策 导致了人类的灾难 当然 人类的无知也意味着 市场可能出现协调失败 企业家也会犯错误 但是 在考虑一种经济制度的可遇性时 我们不应该把现实中的 某种制度与经济学家想象的 完美无缺的乌托邦相比较 而应该在不同的实际制度之间做比较 市场经济之所以优越于计划经济 不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总是有效率的 而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下 由于逐利动机和竞争压力 人们总是有积极性 及时发现和纠正错误 无论这种错误 是别人犯的还是自己犯的 一个企业家犯的错误 就是另一个企业家的赚钱机会 纠正别人的错误有利可图 纠正自己的错误 可以减少亏损 因此 市场是一个不断纠正错误的机制 相反 在计划经济下 大权在握的决策者 既没有纠正错误的竞争压力 也没有纠正错误的盈利动机 事实上 他们最有积极性做的 可能是错上加错的掩盖错误 结果通常的情况是 一系列的小错误累计成大错误 直至经济到达崩溃的边缘 邓小平没有读过哈耶克的著作 甚至可能压根就不知道 哈耶克是何许人也 但从中外计划经济的实践中 他领悟到了哈耶克 从认识论角度证明的结论 市场优于计划 他认识到人类知识的局限性 认识到自己的无知 因而相信农民自己种地 比公社干部指挥农民种地好 傻子年广久 比想抓他的人更值得尊重 企业家决策比官员决策更有效 地方分权比中央集权 更有利于因地制宜 和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 这就是邓小平发起市场化 和分权化经济改革的认识论基础 从这个意义讲 他是哈耶克的信徒 遗憾的是 由于不理解哈耶克的认识论 时至今日 一些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 仍然陷入致命的自负 不能自拔 他们或者不知道自己的无知 或者假装自己无所不知 貌似一高人胆大 实则是无知者无畏 一会儿建议搞产业政策 一会儿沉迷于刺激总需求 结果是 根据他们意见制定的政策 不仅扭曲了中国的经济结构 而且使中国的市场化 改革受到伤害 改革就是干中学 邓小平有关人类 及他本人知识局限性的认知 不仅影响了中国经济体制 改革目标模式的选择 而且影响了改革路径的选择 与哈耶克一样 邓小平认为 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制度 一定是持续演化的结果 而不是人为设计的产物 因为没有人有足够的信息和能力 设计出一个一劳永逸的完美制度 任何人为设计的制度 都经不起时间的检验 这正是计划经济体制 难以为继的原因 邓小平被称为 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但邓小平明白 经济社会改革不同于盖大楼 修大桥 不可能按事前设计好的图纸施工 而必须采取走一步 看一步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 摸着石头过河 是邓小平渐进式改革思路 最直观 最朴素 最形象的表达 他的认识论基础是 与经济制度运行的所有知识一样 改革所需要的知识 也是分散化和地方化的 任何个体和领导集团 都不可能拥有操作改革过程 所必须的所有知识 邓小平自己也不例外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 不断受到批评 不论批评者对他的缺点 讲得如何头头是道 他们实际上染上了致命的自负 自以为知道 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的东西 就我所知 国家体改委从成立之日起 就以制定总体改革方案为己任 先后出台了十多个总体改革方案 但每一个方案充其量 只是提出改革的一些原则性建议 没有一个方案称得上是施工蓝图 这不是因为 起草这些方案的人不努力 不聪明 而是因为 他们不可能有制定一个 改革蓝图所需要的足够知识 邓小平明白 改革所需要的大量知识是实践知识 改革是一个干中学的过程 不同改革之间的相互依赖性 只能在改革过程中陆续地显现出来 因此 他主张改革从容易的地方开始 先易后难 循序渐进 而不是避其功于一役 不能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 就搞眉毛胡子一把抓 邓小平对一揽子改革方案 不感兴趣 由于同样的原因 邓小平主张搞改革先搞试验 试验取得成功后再大胆推广 最为世人称道的试验 是四个经济特区的设立 他们可以说是市场化改革的综合试验区 承担着为未来中国探索一条出路的使命 事实上 在邓小平时代 没有一项重要的改革举措 不是从试验开始的 价格改革 流通体制改革 工资和用工制度改革 财政税收体制改革 金融体制改革 外汇外贸体制改革等等 该无例外 即使像在上海和深圳建立股票交易所 这样重大的举措 他也说 可以先试试 不断总结经验加以改进 实在不行了再关掉 邓小平知道 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 对可能发生的事情 进行科学预测是不可能的 改革过程中免不了犯错误 但不改革没有出路 所以在重大问题上 他往往愿意在摸清全部事实之前 就大胆推进 同时 为可能发生的必要调整 流出余地 他总是鼓励各级官员 大胆地试 勇敢地闯 不要向小脚老太太走路 不要怕犯错误 他说 谁反对改革 就让谁下台 因而在他的领导下 宁可改革犯错误 也绝不允许不改革 变成了一种官场文化氛围 许多成功的改革举措 都是各级地方官员 冒着风险闯出来的 邓小平知道 中国改革和发展 所需要的许多知识和思想观念 存在于别的国家 特别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所以 他对外开放的决心 从未动摇 他从来没有想过 害怕苍蝇飞进来 就把大门关上 1978年访问日本时 他曾说来 日本是为中国的现代化 寻找仙草 他坚持拿来主意 派遣官员出国考察 鼓励年轻学者出国留学 邀请外国专家 为中国出谋划策 他把吸引外资当作引进先进技术 和思想观念的战略性举措 拒不接受帝国主义 夹着皮包回来了的指控 他在国际上广交朋友 并且虚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 因为他知道 国际有人提供的信息 可以减少由于无知导致的决策失误 邓小平有自知之明 他行事果断 但不刚愎自用 即使不是他发起的试验 只要行之有效 他就给予支持 他做出的决策 如果事后证明有误 他会事实调整 对他没有知识和信息 做出判断的新事物 他不轻易表态 而是采取看看再说的态度 等自己有了足够的信息后 再一锤定音 因为他相信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他明白 自己在经济事务上不是高手 因而把经济决策委 任于更熟悉 经济事务的其他领导人 即使在他最擅长的外交领域 他也不急于解决那些棘手 但并不迫切的难题 因为他相信 后人比今天的人更聪明 更有智慧解决好这些问题 知不知 小平也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热点 深度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 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6度brief.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各类 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 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